国内的新冠疫情升温 上个星期增加了32例死亡个案 都没有施打XBB疫苗 再加上还有新变异株JN.1来搅局 有医师就警告 台湾的农历春节可能逃不过 JN.1恐怕会成为下波的主流变异株 预估明年1月的中下旬 疫情来到最高峰 根据确诊可能会有两万人 新冠疫情持续升温 上周新增32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全都没有接种新冠XBB疫苗 其中最年轻死亡个案为 南部五十多岁男性 本身有恶性肿瘤等病史 三年前曾经打过四剂新冠疫苗 今年十一月中旬发病确诊 虽然紧急入住加护病房 并一度使用叶克膜 最后仍因呼吸衰竭不治死亡 由于新冠病毒新变异株JN.1 在全球占比快速上升 国内有医师警告 台湾农历春节恐怕逃不过 对此机关署表示 目前JN.1的本土占比 没有明显增加 仅有百分之三 邻近的日本也差不多 而且造成疾病严重度并未上升 目前世界卫生组织 评估为低风险 但我国机关署预估 JN.1具有较高免疫逃脱特性 非常有潜力成为台湾下坡主流变异株 明年一月中下旬新冠疫情 可能达到最高峰 这个时间点我们推估是落在 明年的一月中到一月下旬 不过这个高峰的人次跟先前推估的一样 是大概落在一万八千人次到两万人次 每日的一个状况下 并没有调整 机关署指出 荷兰最新研究显示 接种XBB新冠疫苗 保护力达七成以上 美国核大一博士团队也证实 XBB疫苗对于JN.1变异株 具有保护效果 此外流感病毒型别也在转换中 B型流感占比增加 可能在春节前后流行 公费流感疫苗只剩下三十八万多剂 呼吁符合条件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记者来说明讲龙详 台报道